港股上周表現不濟 五個交易日中有四天下跌 恒指失手十天和二十天線 現處於所有平均線之下 短期走勢看淡 預期可能再是今年低位 不過安踏體育 2020公佈新收購交易 相信有助補充女性業務板塊 股價走勢堅挺 值得留意 安踏主要於內地從事製造及買賣品牌體育用品 包括鞋類、服裝及配色 其品牌組合包括安踏、快樂、戶外用品品牌 Decente、迪桑特、以及Colensport、可龍體育等 今年上半年總收益296.45億元 人民幣、夏同、按年增加14.2% 整體毛利率63.3% 上升1.3個百分點 順利47.48億元 增32.3% 不包括分佔合營公司選益影響的日利為52.64億元 大漲39.8% 第三季安踏營運數據亦不足 安踏品牌產品零售金額有高單位數增長 快樂品牌產品零售金額獲得10%-20%的低段增長 所有其他品牌產品零售金額更達到45%-50%的增長 根據該公司未來三年的發展規劃目標 安踏品牌營業額將保持雙位數增長 快樂實現400億-500億元營業額目標 並將Nacente與Colensport打造成第三個百億品牌 上週安踏宣布 收購內地女性運動服飾品牌MyActive MyActive通過科技運動面料 或更適合亞洲女性的版型系統打造女性運動服飾 尤其是在瑜伽運動品類方面形成一定市場影響力 與其時次收購可補充女性業務版塊 有望進一步強化安踏旗下品牌組合 安踏近期股價亦市向好 大摩子其身財務目標尚未反映於股價之內 今明兩年實現更高盈利確定性 預計短期股價表現繼續優於大市